书球输人,韩国队被南篮打爆后,小后卫对着20加23的核心开喷FK,之前结束的U18南篮亚青赛,中国国清最终90比85战胜韩国队,时隔4年后再次杀入亚青赛4强,南篮内外线两大核心全部爆发,小冬谢其郭厚文几乎打满全场,砍下33分8板4助攻2强段, 姚明接班人王全泽统治内线,轰下20分23板6助攻,虽然最后的比分看起来很接近,但实际上第三节国清一度领先18分,双方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,然而最后韩国队输掉比赛的时候,场上还出现了很不和谐的一幕,当时南篮已经稳赢了,在中国队后场,韩国队的后卫普武兵却突然开始朝着本场, 拿下20加23的王全泽狂骂脏话,现场镜头忠实地记录下来了这一刻,从他的口型就能看出,普武兵在骂FFK的那个脏字,王全泽并没有理他,结果一直到中场哨声响起,韩国小后卫普武兵嘴里还在喋喋不休,书求书人,说的就是他这样的表现了。 感谢观看